《创新科技署》在2006年成立五所研发中心 多年来致力研发关键技术 与本地企业合作积极推动本地创新科技发展 并将成果商品化 提升市民大众的生活质素 各中心亦与不同持份者建立紧密关系 成为所属科技范畴的可靠研发伙伴 汽车零部件研究及发展中心 简称APIS 致力协助业界发展电动车的关键技术 近年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但在香港充电站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就算充电了 一般来说都是走到百多公里 你如果在路上忽然没有电 其实也挺头痛 没错 因为安装充电站需要接连电网 位置、成本及供电类型都要经周长考虑 一个停车场通常只有几个充电车位 而充电的接口标准也未必统一 这些问题都是车主现时需要面对的 所以我们公司和APIS 研发了一款智能流动电动车充电系统 来解决这个困扰电动车车主的设身问题 智能流动电动车充电系统 它本身是大约一个理电池 它支援全球不同的电动车标准 适用于不同的电动车的型号 只需要40分钟 它可以快充25度电出来 为一架电动车充满电 这套流动充电站还有一个应急充电功能 当电动车在路上抛缴没有电 这套系统只需要5-7分钟 就帮车充电多行20公里 司机就可以駕駛车去附近的充电站继续充电 影科院的智能投资平台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筛选股票 方便不懂得编写程式的投资者 进行自动化交易 例如计定买买条件 风险管理指标等等 系统可以根据数据分析和自动化的交易流程 令投资者不会受市况影响情绪 在投资时就更加理性和客观 同应科研合办的智能投资程式比赛 让客户体验一下浸身的金融科技 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 在投资营养上的有效程度和可行性 为我们的后预宣准备 未来计划会推广的智能投资服务 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科技营养 Hong Kong Rita为香港剑击代表队 研发了一对非对称功能性剑击鞋 还在第4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 获得银掌殊荣 剑击的重心通常都是同一只鞋 而我们双脚所发挥的功能亦是不同的 我们其实会用蹬脚前后移动 而我们会用支撑脚垂直横向移动 随时准备用公布去突击对手 而这双鞋顾及了我们的运动员触地的感觉 以及它的需要 令到我们的活动更加灵活和准确 在前后脚鞋墊和中底受到冲击力量大的位置 加入有避震功能的物料 改善运动员前脚的压力分布 后脚鞋身内側便使用防摩擦物料 平衡移动时的稳定和速度 LSCM研发中心 首创一个具有一维条马 和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 双重阅读能力的手提装置 用来配合香港国际机场 推出的在加列印行李标签服务 旅客可以在到达机场之前 可以预先上网办理登机手续 和自行打印行李标签 缩短在机场和柜台的排队等候时间 提升机场营运效率 滲水是流雨常见的问题 通常会在流雨碎屎表面 游上防水涂料来解决 NAMI研发了 纳米改性水泥基防水涂层 涂料内 均匀地布满纳米粒子 从而提高抗拉强度 延展性和粘合强度 令防水涂料具有高柔软度 和超着的防水效能 这项发明 刚刚在第45届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中得到银奖 现在NAMI的防水涂层 已经由高特尔有限公司生产和应用 NAMI帮我们研发的防水涂料 成功解决一般市面上其他产品不足的地方 同时用途广泛 应用亦非常方便 初时我们想沿用国内的生产线 但后来为了保证新产品的质量 和支持香港再工业化 所以公司在2016年 决定在香港设计厂设计新产线 得到NAMI的技术协助 我们可以在童年6月成功投产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产量超过20吨 应用了超过6000平方米的地方 包括天面、花槽、水缸、外墙、浴室等不同的地方 五所研发中心会继续支援应用研究及技术转移 并积极与本地企业合作 从而令社会大众受惠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